当引擎在运作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这时候引擎就会靠着冷却液在气缸周围循环来带走大部分的热量 以减低工作温度 但是引擎还有很大部分没有冷却液循环带走热量 这时候引擎需要靠润滑油的循环来带走热量 在那么紧凑的引擎里 引擎要如何有效的让润滑油降温呢 现在让我们看看市面上的机油冷却器是如何做出解决方法的吧 顾名思义机油冷却器的作用是冷却机油 保持油温在正常工作范围内 在高转速的引擎上 由于热负荷十分大 这时候就需要靠冷却器 引擎在发动的时候 机油会因为工作温度上升而导致机油变稀释 降低了机油润滑引擎的能力 引擎安装了机油冷却器 进一步降低机油的温度 保持一定的粘度 才可以保持引擎的耐用度 为了让机油可以有效散热 冷却器布置了润滑循环油路 目前市场上有两种润滑油冷却器的种类 分别是风冷式机油冷却器和水冷式机油冷却器 风冷式的冷却心子 有许多冷却管和冷却板组成 散热功能和普通的冷却器一样 在汽车行驶的时候 利用汽车迎面风撞击散热板来冷却在冷却器中的高热机油 风冷式的要求是保证安装周围的通风能力要好 在普通的轿车上很难保证有一定足够的散热空间 所以很少采用 多数使用风冷冷却器是在高性能的汽车上 因为引擎运行速度高 需要足够的冷却风量 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水冷式引擎冷却器 机油冷却器被安置在引擎冷却器中 利用水冷却的温度来控制机油的温度 当机油工作温度高时 靠冷却水来降温 引擎启动的时候则靠着引擎冷却水收集到的热量来迅速升温 以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 冷却水在管外流动 润滑油在管内流动 两者进行热量交换 引擎就像是汽车的心脏 唯有一切安好才可以耐久 汽车一切散热系统 都是为了让汽车可以行驶的更远更持久 大家明白了吗